各位好 我是胡婉玲 欢迎收看台湾演绎 根据宪法49条 总统缺位时 由副总统继任 但这种情形通常不会发生 也因此副总统只是备位元首 但是在竞选阶段 副总统作为总统的搭档 他的形象 才能 确实会对总统参选人 加分或减分 2024年总统大选副总统人选 分别是民进党萧美琴 国民党赵少康 民众党吴欣盈 我们先来看萧美琴 年纪轻轻 从政资历已近30年的萧美琴 是台美混血儿 日本出生 台湾长大 美国留学 当年她以外交专长 反台 曾经是民进党最年轻的一级主管 征战花莲艰困选区的时候 曾创下绿营史上最高得票 在担任驻美代表 又写下台美关系史上最佳记录 这集台湾演艺 我们来看既本土 又国际的台湾战猫 萧美琴 我是萧美琴 我回来了 1971年8月7号 赴日进修的台南神学院副教授 萧清芬 和美籍妻子 邱碧玉 在神户产下一名小女婴 圆滚滚的眼睛搭配坚挺的鼻子 仿佛真人洋娃娃 萧清芬以家族自辈 为女儿取名为萧美琴 英文名字是台语的罗马拼音 B Kim 我在日本出生 那么我爸爸是台湾人 我妈妈是美国人 所以刚好让我有进去一个多语言的成长过程 成长背景 因为我在台南大学 所以我是台南人 她母亲是一个音乐家 就是学校有一个音乐班 就是她母亲开始的 她妈妈是一个非常道地的一个家庭主婦 她嫁给她先生到台湾来 在家里可能跟孩子讲英文 到外面都是讲台语 她跟所有外面的人都是讲台语 然后她在台语讲得很好 萧美琴两岁时 父亲萧清芬升任台南神学院院长 全家搬进院长宿舍 萧美琴的弟弟萧启仁 妹妹萧美瑟接连出生 家中越来越热闹 也将萧美琴的奶奶接来同树 1979年12月10号 美丽岛事件爆发 台南神学院师生积极参与 萧美琴的父亲萧清芬身为院长 在争取人权与保护学生间陷入两难 她为了要去帮助这些逃跑的 还是说被追捕的这些学生老师 她是用尽心思 她要周旋在这些 这些情智人员的当中 所以她从小 就在这种学校 祖母亲或者她周围的这些老师 学生 大家挣扎着台湾的本土意识 怎么样让我们做一个台湾人 能够成为一个有著尊的人 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 所以她对人权的观念 对台湾的这个民主自由 人权的观念会比较强烈 1986年夏天 萧美琴活动立业 她以优异的成绩 考取第一志愿台南女中 还因此登上平面媒体报导 不过当时父亲早已决定 要举家迁居妻子的故乡美国 15岁的萧美琴 在纽泽西展开新生活 进入邻近住家的 蒙特克莱尔高中就读 因为在台湾的生长背景 特别关心公众事务 她在学校就要跟人家 计算什么 所以她对这种有趣味 来美国特克莱尚的时 也是很外公的 像是六十的时 她就去那点 骑着学校的头状 去奔断 其实她对这种有趣味 18岁那年 萧美琴父亲离家 当起大学新鲜人 进入欧柏林大学念东亚研究 她在学校的图书馆打工 第一次读到史明的台湾人400年史 以及被奖政府列为禁书的美丽岛杂志 深深为台湾的遭遇抱不平 大三时就写信给吕秀莲 毛遂自荐 要当她的办公室助理 休学修了一个学期 那就很天真很理想地跑回台湾 那那个时候呢 吕秀莲刚开始在推动 台湾加入联合国的一个运动 为了实践理想 萧美琴1993年来到纽约 在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工读政治硕士 不过单纯的校园生活 有时也会赤裸裸呈现台湾艰难的国家处境 因为中国学生时常借着活动打压台湾 让萧美琴难以忍受 于是带头号召台湾学生 为国家出一口气 大家在开会讨论这个园游会的时候 就有中国学生跳起来说 不准台湾办自己的摊子 因为台湾没有自己的文化 放在中国的这个摊子里面 我本来是不打算要去办的 结果一听他这样讲 非办不可能还是要办 然后那个时候很好笑 就是那个连胜文 是我同学在Columbia 连胜文他也带一群 跟他一样那种有钱的公子哥 也跑来我们这边消费 就来捧场一下 1995年3月 民进党为了加强对美工作 设立党驻美代表处 刚离开学校的萧美琴 出任活动执行长 成了第一位到任的员工 他的专业表现 让台北来的党政要角为一致惊艳 所以一个是我访问美国 还有去拜访很多美国国会议员 小美琴做朋友 当然做很多简报事前 我就发现这个小女生非常厉害 她不但英文好 英文好 而且这个她对问题的了解 非常深刻 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个人才 第二次当党的学说 我就想到小美琴 我就特别请她回来 担任党的国际事务部的副主任 小美琴硬邀返台后不久 1997年3月 因流氓游血案发生 补选桃园县长 民青党提名吕秀莲参战 国际部副主任小美琴 是补选成员 她以辣妹重选团声名远迫 小美琴带着我们的民航工 跟主任法克兰娜的 她是带头的 兼这个教大家 这个跳这种古道的一个档框 以后那个音乐一下 大家就跳了 所以对啊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 所以动作很简单 带动整个大家 民青人对这场选专的关注 所以那场选战里面打得非常活泼 那民青在里面算是非常亮眼的一位 同年底 民进党国际部主任杨兆寝辞 26岁的小美琴升为主任 创下民进党史上最年轻 一级主管的记录 2000年 陈水扁当选总统 新政府上台 肖美琴又获延揽出任总统府顾问 成为总统的英文秘书 我希望这种机会 给你们的最深厉害 不过人红是非多 2000年底 总统府惊传八卦绯闻 在野党立委指称 总统陈水扁与肖美琴关系复杂 还有周刊报导 鼓动绯闻暗斗阿扁的人 竟然是副总统吕秀莲 尽管当事人都否认 但一时之间满城风雨 我跟你讲那段日子 他是连生做最低潮的时候 常常说开车 开到那个海边 想要冲下去 都会好几次这样 不然他会有控制制 这无奈嘛 他的事就没这样嘛 在野党猛攻萧美琴飞闻 还以他拥有美国籍为由 要求辞去总统府顾问 面对一波接一波的攻击 萧美琴决定正面领战 我个人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 也就是我即将参与民进党 不分区桥选立委的党内初选 萧美琴出世提升 就在党内初选拿下乔选组第一 她在选后放弃美国国籍 取得中华民国身份证 禁军立法院 萧美琴的问证质量俱佳 曝光度提高 无论是党性晚会 还是党内大佬寿宴 萧美琴一现身 总是镜头焦点 同时萧美琴也成为 绿营各大游行造势活动中 支张主持棒的最佳人选 堪称新世代政治明星 支持民主 支持改革的乡亲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毕师长受建计 给我们萧美琴 萧美琴挟着高人气 2004年转战台北市北区 参选须与立委再度当选 不过寻求连任之际 竟遭人恶意打击 坊前流传的非常光碟 将萧美琴抹红为中国情 让她气愤难平 当大家在抢麦克风 在抢镜头的时候 我在花这么多时间 要完全没有选票的工作 初选结果揭晓 萧美琴惨遭滑铁炉 苦吞政治生涯的第一场败仗 尽管浑身是伤 但萧美琴没因此怀忧丧志 3 2 1 2010年初花联立委独选 失去执政权的民进党 急需战将为党出征止血 萧美琴毅然决然接受党主席蔡英文的征招 选前47天带着爱猫投入艰困选区 从零开始放手一搏 萧美琴展现强大的爆发力 一个半月后投票 萧美琴得票率冲破自成 指小叔国民党对手王景生6000票 虽败犹荣演出民进党的后山奇迹 萧美琴牢记竞选承诺 选后立即在花莲置产买房 落地生根 2012年2月 萧美琴以不分区立委的身份 重返立院 问证功力不可同意而语 萧美琴单挑总统马英九爱将 多年累积的硬笔子外交功力挥洒自如 为了挡下服貌 他家立法院外扎营局势抗议 声援太阳花学运 他带着外媒进到议场采访发生 剩余的时间和精神几乎投注在花莲 相对那时候的痴疑力 我叫王廷生 王廷生讲讲神龙见手不见 他每次都 我妈妈不分区的 这比苦液更严重 比如说一些农特产品的 异道问题 或是一些像农水路 蓄水池 他也是都乖乖的 有人上山下来去探勘去了解 他的做事情很扎实 焦美琴常年在台湾忙得不可开交 与在美国的家人聚少零多 即使到美国短期出差 也少有机会回家探望父母 青春年下疫苗他都说他鸟子的事情 他老师看着过鸟子 过鸟子 鸟子打扮他就跟我说了 他就要做一年困难一遍 他回来都是鸟子的 大人了 所以他知道要做的事情 他是他的政策 每次如果有台湾哥哥 你美琴结婚 他说没有 我美琴要叫台湾了 小美琴走 小美琴走 2016年立委选举 蹲点花莲累计六年的小美琴 卷土重来 二度挑战花莲区立委 这回终于踢破蓝银铁板 还创下民进党在花莲选举史上 首度得票获败的记录 花莲有一些中间青蓝的 也被美琴在动 因为美琴的苦物不分 不分嘛 还有去挖过一堆票 中间偏然就都跟我说 我们会让美琴不让小英 2020立委选举 萧美琴竞选连任 以政绩牌迎战空前激烈的 六抢一战局 国民党提名赛逆医师黄启佳 基层实力雄厚的 前花莲县长傅昆奇 也以五党籍参战 投票结果 萧美琴以7575票的些微差距 不敌傅昆奇 十年东征画下句点 过去这十年来 有大家最温暖的陪伴 虽然说 选举选输了 那个内心一定是会有失落感的 但是他也很尊重 这是花莲市民的选择 花莲乡亲的选择 只是说他选输了之后 其实对我们这些好朋友来说 我们知道那他要回到他的主战场的时间就更近 驻美国大使 肖美琴 宣誓 虽然败选 却是肖美琴蹲下 在月起的另一个起点 随着蔡政府第二任期展开 肖美琴奉派驻美 成为台湾第一位女性驻美代表 2021年初 肖美琴获邀以外交使节团的身份 出席美国新任总统拜登的旧式典礼 这是1979年台美断交后 台湾代表首度受邀 不久 台湾疫情升温 肖美琴在华府积极奔走游说 台湾终能列入美国第一批 发配疫苗的捐赠名单 这一年 《红波商业周刊》将肖美琴选为 最值得关注的全球八大风影人物 《纽约时报》也称赞她 是华府最有影响力的大使之一 让我重新重提醒 台湾将肖美琴抑制 我们的正确和保障 总统蔡政府已经明确 我们将不批评 而且我们将不批评 自诩为战猫的肖美琴 在任驻美代表期间 将台美关系带向历史新高点 2024总统大选 赖清德获得民进党提名 与他私交甚度 又拥有外交专长的肖美琴 成了副手名单上的最优先人选 我参选2024总统的搭档人选 就是中华民国台湾 驻美代表肖美琴大使 选前55天 众所期待下肖美琴回到台湾 赖萧佩终于正式出场 我是肖美琴 我回来了 挺台湾我责无庞贷 肖美琴入阵 让令氏气为之大阵 她服选的第一站 就是回到曾深耕十年的花莲 与老友相聚 花莲我要回来了 肖美琴特地剪去一头长发 以相亲习惯的短发造型看大家见面 站上舞台内心激动到一度说不出话 只有你们 还能够让我 这条路上越走越踏实 再次的谢谢你们 肖美琴自然温暖的特质 成了总统大选 新的人气王 普选邀约不断 她也善用专业和优势 将理念证件 传达给国际社会 肖美琴的国际记者会 涌入38家外媒 关切台海情势 也凸显肖美琴的分量 新世代经国不让须美的肖美琴 一举一动都牵动台湾 走向世界的路